我们在家里养蝴蝶兰 如果说没有养好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根出了问题 虽然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状况 比如说像这个晒伤 或者说这个生病 又或者说像这些脑袋被我砍去了等等 只要它们的根还行 并且有劲 那么抢救回来也不算很难 算是大概率事件 并且根好叶好花还用愁吗 导致蝴蝶的根不好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种 比方说肥给多了烧死了 或者永远不给浇水干死了等等 在实际的家庭养护当中 最容易导致根出现问题的 可能是浇水浇的不对 尤其是给水有点多 我总结了一下 如果您养蝴蝶兰已经很有经验 那么可以根据情况 灵活的来调整给水的节奏 但如果不是很有经验呢 怎么办呢 很好办 死寄硬背 就寄一条 根不干 不给水 看到根干成这种颜色 就可以给水了 而且一定等到根干成这种颜色 才给水 没有到这种颜色呢 就再等等 等到这种颜色的时候 再给水 具体的给水方式 看自己方便 泡盆也好 冲淋也好 都可以 只有一个要求 等到根的颜色 是这种灰白色的时候 才会浇水 这之前都不浇水 如果在实践当中 真的能够坚持这么做 大概率根不会辣 而且根干了之后 才给水 也就是真的能够做到干湿交替 根不仅大概率不会烂 根还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根的功能之一是存储 也就是它会存储一些水分养分 蝴蝶的根之所以进化出这种存储的功能 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当中的水的来源不稳定 导致它必须像仙人掌一样 存一些水分 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给它的浇水 有干有湿 才能刺激它多存一些水 所以干湿交替给水法的好处是 在干的时候 细菌不容易滋生 根也就不容易腐烂 同时又能刺激根多存储 也就是需要它多长根 并且让根尽可能的变胖 也所以呢 如果您是养蓝新手 又或者说您经常碰到蓝根的情况 那就死记硬背这一条 根不干 不浇水 从重要性上来说 如果还有第二条的话 就是尽量少给肥 尽量少给它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用肥这个方面 相对于其他正常的地生植物来说 比方说月季 那兰花用的肥 简直就是少的可怜 如果是刚刚开始养兰花 手有时候搂不住 觉得已经很少了 但对兰花来说 可能还是有点多了 因此呢 更推荐使用购买的肥 因为有说明 按照说明 不要超过说明的量 通常来说 肥不会给超标 一般来说 给肥的量 只要没有超标 不太会因为肥而烧坏根 但也有个特例 什么特例呢 如果是液体肥 当根特别干的时候 比如说像现在看到的这样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给肥水 还是有烧坏根的可能 即便那个肥水 不算太浓 但就因为根太干了 猛的一下给它肥水 还是有可能伤到它 那这个情况也很好解决 先用清水冲一下 或者说泡一下 也就是先让它喝口水 润润嗓子 然后再吃饭 就不会噎着了 如果使用缓湿肥 这个缓湿肥 恰好又是温控缓湿肥 就是缓湿肥释放的速度 跟温度相关 温度越高呢 可能放出来的越多 遇到极端高温的天气 也有可能因此而出问题 好在我们一般把蝴蝶 养在室内 温度应该还算是 比较温和的吧 变化不会过于剧烈 所以蝴蝶兰可能不太需要担心这个 另外缓湿肥也不都是温控的 也有其他类型的 蝴蝶兰呢 用肥用的特别少 而且它还能够自己 从空气当中 或者是从这些 你感觉已经没有什么 营养成分的这些质料当中 它都能吸收到一些 甚至是从我们给它看上去 特别清 特别干净的水里面 它也能吸收到一些养分 因为只要不是蒸馏水 看上去很清澈的水 比方说自癌水 清澈的雨水 里面都不会只有 轻而养溢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 比较微量的元素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说我这蝴蝶兰 从来没有给它用过肥 只是给它水 它居然能够长根长叶又开花 这个现象是真实可以发生的 所以说如果刚开始养蝴蝶兰 或者说养了一段时间了 经常养烂掉 那不妨就从直给水开始 日后随着经验的增加 慢慢的再去增加项目 比方说慢慢的开始试着给一些肥 也就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不烂根 归结到一条 干湿交替给水 之所以发今天这个视频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烂根 还是花油经常会问到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 我准备外出一个多月 我的花自然是不能随行 也安排了人帮忙浇水 在安排浇水的时候 我就只浇在这一条 看到根干成这种样子 就浇水 如果没有干成这个样子 就不要浇水 就这么一条 肥这一个多月 可以不用给 当然很多盆里都有缓释肥 尤其是几乎每一个盆里 都有烤干的香蕉皮 所以我外出的这一个多月 肥我是不担心的 因为有人帮忙浇水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考虑一些 什么自动给水的方式 比方说 拉一个纸绳拉等等等等 之前曾经介绍过一些 如果外出度假 想一些什么办法给水 那我就不需要了 只需要在我走之前 给他们全体泡一个盆 然后就听天由命了 在这个视频的前面呢 我把浇水 就只总结到了一条干湿浇涕 在实际当中 包括我自己 也没有真的机械到这个程度 有时候没有完全干得很透 我也给水了 在自然界也是这样 有可能连阴天天天下雨 连着下好几天 也有可能好几天不下雨 并不会那么那么那么的规律 并且不同的蝴蝶羊品种之间 对干湿的要求 还有他自己各自的不同要求 所以如果能够根据情况 灵活掌握 是很好的 甚至是更好的 但是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嘛 所以当还不太熟悉的时候 先从简单的做起 就像是我们先学 一加一等于二 就先死记应备 一加一等于二 将来再去理解 有些情况下 一加一可能不等于二 比如二进制 一加一就得等于一零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吧 我们下期再见